大家好,我是Marco,欢迎回到FanBI功能演示视频。 在这段视频中,我教训大家演示如何使用FanBI制作表格。 点击新建分析,为模板输入名称,点击创建。 在左侧的组件类型列表里,我们选择汇总表,将其拖入Dashboard。 进入汇总表的详细设置页面。 我们使用之前我已经准备好的BI Demo业务包,做一个简单的销售分析。 我们在快速入门中已经有所介绍。 在这个下拉框中,对应的是我们当前有权限的所有业务包。 在选择的业务包后,在下边的列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业务包中所有的表。 单击这些表,我们可以看到表中所有的字段。 我们选择合同信息表。 为了完成我们的销售额分析,我们将合同金额这个字段拖入我们的数值区。 类似的,我们将合同签约时间拖入行表头。 大家可以看到,随着我进行两次拖拽操作。 在下方已经自动生成了我们的汇总表。 在FUNBI工具中,当一个时间类型字段被拖入表头区域后, 它将默认以月份的形式分组汇总。 我们点击字段的下拉框。 将它的分组方式切换为年。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我们在快速入门中制作的, 以年份为维度的销售额分析表。 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其他维度进行分析。 我们先将合同签约时间删除。 点击合同签约时间的下拉三角。 点击删除该维度。 随后,我们从分公司信息里托入分公司名称至行表头。 我们从产品名称中拖入产品名称至行表头下方。 此时,我们可以看到,在下方的汇总表中, 出现了在行表头中以分公司名称和产品名称两者共同作为维度的分析方式。 此时,我们可以点击分公司名称的值,点击北京前方的小三角。 这时,我们可以看到,北京这个维度已经按照产品名称进行展开。 后边的汇总值也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产品名称发生了变化。 这样,我们就实现了简单的维度折叠展开,也可以看作是维度赚取的效果。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样式里,通过点击默认展开所有节点,让所有维度的分组全部默认展开。 我们可以通过滚动条来看一下展开的效果。 下面,我们来演示如何使用方便制作交叉表。 点击表格与图表区域的表格按钮。 将分组表切换为交叉表。 这时,我们会发现,在表头区域, 出现了列表头。 我们将合同信息的合同签约时间拖入列表头。 将合同签约时间由按月分组切换为按年分组。 通过刚刚两步的拖拽,我们可以在下方看到, 一张列表头为签约时间年份。 行表头为分公司名称, 以及产品名称的交叉表, 就制作完成了。 此外, 我们可以对所有的维度和指标进行重命名。 比如, 我们可以将合同签约时间成命名为合同签约年份。 点击合同签约时间维度。 输入我们的新名字。 同时, 我们也可以把暂时不用的维度或指标隐藏起来, 使其暂时不参与分析。 点击产品名称前方的对号。 我们看一下下方表格中的变化。 合同签约时间已经改名为合同签约年份。 分公司名称已经不能按照产品名称展开。 在制作完成了表格之后, 我们通过发布出去的方式, 检验一下表格的效果。 点击系统配置。 报表管理。 将刚刚制作的分析发布到Demo节点上。 为其命名。 点击保存。 在Demo节点上, 查看我们刚刚发布的分析。 这就是我们刚刚制作的交叉表。 不难发现, 在查看分析时, 也有设置按钮。 在查看分析的设置按钮中, 我们可以对维度通过隐藏和显示的方式, 实现维度的切换。 也可以改变某些维度的分组方式。 这是因为在制作分析时, 不能完全预知查看分析者的需求及其变化。 查看时的切换功能, 可以使分析查看者对其感兴趣的指标, 通过切换维度的方式, 以不同的维度组合进行查看。 充分保障了查看时的多维度自由分析。 以上就是FanBI表格的基本功能。